大家好,这里是worklife 徒步生活 这次结束围棋两周多的越南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6月回台的一些境况 还有在越南胡志明市可以去哪里做PCR检测证明文件的地点 这次我是搭乘华航返回台湾 大约是回台的前两天会收到华航预办登机的提醒 顺便还会附上一个健康申报的连结 这个健康申报连结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填写 里面主要是要登记回台之后的隔离场所 以及航班的一些资讯 还有电话卡的部分 再来就是胡志明市 我在来之前就找相关的PCR检测的地点 因为虽然去越南荣立 但是回台湾的时候还是必须要 前两天的PCR检测证明的文件 所以当时我就去查看说 有哪些方法可以做这样的检测 那我之前就有听说过一个方法是可以 请越南的饭店的人员打电话给医院或者是检测所的人 他们会派来直接前往饭店这里给我们做检测 这样的费用在第一郡大概价格是100万越南盾 大家可以上网查看一下这个 UVCOVID-19这段的越南文字 另外一种比较便宜的方式是可以去现场的检测所进行检测 在找检测所的时候发现一个神奇的Klook上面竟然有 COVID-19的PCR检测的方案 它的这个费用价格是53万越南盾比实际区域这家检测所的价格便宜了2万块的越南盾 而这个连结跟方式我也会写在我影片中的内文页供大家参考 不过最关心的还是检测的时间还有方式 我自己有先徒步去中央邮局附近的检测所查看 但是那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说越南目前是比较安全的 但看到这么多人挤在一间小诊所 环境不能说是非常的好 而且保安听到说是网路订票 但是现场还是要手写填写表格 所以后来呢我就找到位于槟城市场附近相对偏僻的一家诊所 环境很不错 没有什么人早上7点就开门了 到了现场直接扫QR Code就可以直接做检测 而且工作人员非常的温柔 就是在做PCR的时候搓鼻子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他说PCR的时间大概是需要10小时左右 不过当天我是早上7点半去做检测 下午大约4点50分的时候 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拿到了检测报告 而华航的部分呢可以直接到机场出示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文件 他们会请我们发一封email给他们当时的机主人员 机主人员呢也非常热心帮我列印了一份 因为他们担心我在台湾的时候可能会需要 不过入境台湾的时候就没有再查看这份PCR的检测证明文件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检疫的流程 蛮有趣的一个小插曲 因为在飞机要降落台湾之前 机上呢有播放一段关于唾液快筛怎么做的影片 但是因为当时这段影片里面的洗手过程非常的仔细 然后也非常的冗长 坐在我后面的越南妈妈看完之后就用中文脱口出说了一句 好复杂啊 可能他也是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一下飞机之后呢收到了之前填写好入境健康简易证明的申报文件 这部分呢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个截图 因为桃园机场的话每通过一个关卡都需要出示这份文件 行李的部分因为在非常期间需要消毒 大约需要等待30到50分钟左右 拿完行李就会被安排去户外进行脱衣快筛 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实在很难做到像影片中那样那么仔细的洗手过程 然后做完拓衣快筛就可以前往搭乘防疫计程车 为各地的价格表呢都是有固定好的定价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因为司机有我们入境申报的文件 所以运送的地点也是被安排好的不用特地跟他们说目的地 上车前呢做了一番全身的酒精消毒 这次防御旅馆是在一个月多前出发前订的 当时订房的情况其实很多2000以下的房型都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订防御旅馆的话 大部分的价格会落在2000一晚的这个价格 那从机场到防御旅馆的路上 看到沿途西门大道城的淡水河 想起这两周为数不多的天数跟一位蒙里板吞 一起看了不同西贡河的风景 仿佛自己仍然置身在湄公河的国度 一些些的落寞 但是想起来也会有一些些的开心 这几天在隔离的期间 也会开始整理在越南旅行的一些影片 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 在越南要怎么样申请暴读越南语的课程 那这个影片呢我应该这个礼拜会开始制作 下个礼拜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隔天一早叮咚的门宁生以为是要起床测量体温 但发现门口有一箱包裹 打开一看哇是满满的防疫包 好的这就是今天关于如何从越南回到台湾 需要做哪些准备 以及去哪里做PCR的这段影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喜欢影片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